从前两周开始我们谈到了中国的能源问题 在这一周中国就连续出台了一些的政策 让中国煤炭的价格进行了大跳水 从原来的1800多元人民币一吨迅速降到了 现在已经低过1000块 现在好像是800多块人民币一吨 这个速度之快代表了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上周所谈到的 这个世界的缺电危机基本上都是资本操作 这个世界上要知道所有的资源都是恒定的 它是不会多也不会少的 有蕴含多少就是可以用多少都是固定的 那当然如果有一天天然资源已经用完了 那么世界会毁灭所有物种 然后资源重新再产生跟分配 重新再酝酿一次 那也可以再产生一个全新的一个文明 怎么说呢 就像老师之前讲的 这个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岁月 难道只会有我们这一次的人类文明吗 煤矿怎么来的 各位有没有想到 这是缺电要挖煤吗 煤矿怎么来的 煤矿就是以前树木深埋地里碳化的 那石油怎么来的 当然这个就众孙纷纭一点 有的是说是恐龙身上来 或是藻类身上来的 那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经历了非常久的时间 有一些有机物 不一定是恐龙 有些有机物沉淀之后所形成的 而石油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资源 也就是用完就没有了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油田 也就是过去的以前的北京 对不对 或是以前的曼哈顿 纽约 或是以前的伦敦 或是以前的新德里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这是一定有可能的 岁月在流动都会有一个定数 而我们就是一群生活在定数里面 其中不安定的一种生物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认为 我们从上面逆轮回下来的 所以在这个确定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能证明 我们对大众是有帮助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回了更高的维度 什么叫做对大众有帮助呢 由一般的宗教用语来说 那叫做功德 换个世俗的用语来说 那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可以帮到很多人 这也是我们人类 之所以能组成社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各位你觉得呢 回到主题 中国现在出产的煤矿 是以不中断大型煤矿的生产线 让货车进去之后 就可以直接出来 装进去新的煤炭 直接都出车了 也就是来多少货车 他就出多少货车 或者来多少火车车厢 就出多少火车车厢 你不用去等煤矿挖出来 他直接帮你做好所有的整个生产线 进来就可以装 没有太多等待的时间 那么以中小型煤矿来讲 他们在评估可以开采的基本黄瓶之后 也迅速的投入生产 这跟我们上礼拜预测是差不多的 所以以目前中国官方的说法 现在的煤矿对于中国而言 是以单顿中国而言 他是功过于求的 所以在价格方面就形成了跳水 当然中国也在查谁在囤煤矿 所以说这个价格一定会跳水 所以老师一直在这个几个月 的流月总论里面 不断的提醒各位 现在大环境 什么时候会上冲下洗 都是难以预料的 有些朋友就坚持 一定要投入看多煤矿跟天然气的期货 就算出来的是凶挂 那他也在所不惜 对 尤其看多会觉得缺电这个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最后老师也不知道他自己最后下什么决定 只希望你能够悬哀乐 没有真的把你抵押房子 贷款出来的钱 去做多一些煤矿跟天然气 这个结果可能是还蛮危险的 而煤矿的供应在短时间之内 接应起这些供应链上去 代表中国真的不缺电力吗 这是未必的 因为官方说的不予匮乏 那是现在此时此刻不予匮乏 为什么 因为现在华北地区都已经很冷 零下很冷了 但是华南地区还不够冷 所以在阳历11月中以后 华南也要进入开始真正会冷的一个季节了 而华南地区很多地方是政府他不供暖的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供暖的 这有可能台湾朋友不知道 或是其他海外朋友不知道 中国要供暖的地方是有特定的地方的 那么你不供暖天气又变冷了 所以说家家户户所需要用到的电力 你要取暖的设备 那他的所消耗的电能源 就会开始节节的上升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考验 那看中国他能不能是说来去度过这个考验 不过以目前中国开场煤矿的速度来看了 理论上他不至于再像过去突然的大停电 但是电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充裕 这代表什么一件事情 代表了即使美国出动了货机 不走港口直接从中国空运那些圣诞节 或是感恩节所需要的商品 直接运到美国借此来规避塞港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电力不足的状况之下 能够买到的中国商品 可能还是不够以支应 美国要度过的感恩节跟圣诞节 还有他们的新年假期所需要的这些物资 这个对拜登来讲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事情 为什么呢 对于美国人来说 美国你可以是丢掉五个台湾跟十个阿富汗的外交失败 这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能让美国人的圣诞树里面 少了一个给家人的礼物 或是餐桌上面少了餐点的品项 毕竟美国在这个过去的七十年来 享受了二战以后 所有的经济红利 全世界都给他赚走了 包含他去掠夺了无数国家的资源 百姓的奢侈的习惯已经很久了 现在要让他们进入了什么物资紧缺的日子 这对拜登政府的威望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美国的纪录片 他们的浪费的食物 每天为什么流浪汉都可以捡到食物 因为很多很好的食物 他们也是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 因为品项不好看 好吗 这老师额外插花一下 最近各位要注意一下地震 这地震最近有一些不太好的征兆出来 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吗 突然想到这个补充一下 当然了 这也不只是美国 任何一个曾经经济富裕的国家 你要他走回了节俭的日子 相信大家也都说不了 无论是欧债危机经历过的欧珠五国 或是南美的委内瑞拉 那是因为他们不得已了 现在也只能过穷日子了 不然刚刚停止石油输出的时候 他们还是非常的奢侈 甚至是现代的中国 你缺了物资 明星一定也是会乱 这叫什么 这叫由减入奢依 由奢入减难 这个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在 而这样联动到了什么东西 就是美国的经济 中美贸易战打到了现在 基本上可以说 中国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 贸易战就不应该设立了关税的壁垒 这在我们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系列里面 就已经做过深入的探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美贸易可以采用其他的限制措施 例如中国的采购措施 或是逼迫中国必须开放美资 或是美国的政府 他们去入主中国的企业 这样子呢 比如跟之前举例过的 比如说中国的华为 在美国去设立的这个分公司 必须要美国政府 或是美国特定的公司 去给他们持股当他们懂事或是监事 所以说有很多的方法 都是可以透过这个 这样子的资本前置的方法 来去做中外合资 这个事情啊 其实不是没有做过 因为中国到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是强迫别人 怎么样 你要进来我们国家 你必须让我们的中外合资 那美国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来去做好他们的中外合资 他们的美外合资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用这 关税壁垒方法 第一个你是没有办法 分享到中国经营的红利 而且你也没办法取得一些 比较超前的一些技术 或是他们的布局 要知道一件事情 中国经历从满清到了现在 中国人被这个满清政府 就一直不断的去洗脑跟教育 什么 因为他们的八国联居失败之后 签了一个条款 就是要教百姓不能仇视洋人 所以说被教到最后啊 就变成是说很多亚洲的百姓啊 所以很多都是中国外逃出去的 就变成是说你只要是金毛的 或是你是有色人种 我们就投以崇拜的眼光 对不对 他们小孩子好厉害 是不是三岁就会讲英文 所以说用很多方式啊 其实你是可以分享中国的红利 但是用最差的方法 那就是采用了什么 采用了关税壁垒 这是下策中的一个下策 那么关税壁垒为什么是下策呢 因为关税壁垒的建立啊 它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不是说关税壁垒它是绝对不行 它只是在中美贸易战之间 它是一个很糟糕的工具 为什么 它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 两国的工业力啊 以及相对的成本力 它是差不多的 这样你去设立了端税壁垒 或是其他的反补贴政策啊 你才能够产生的效果 例如什么 例如法国跟美国 法国的空八跟美国的破因 这两个相对来讲 他们的工业力都是差不多的 成本上也差不多 技术上当然还是也差不多 只是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竞争优势 这个时候 然后美国采用的关税壁垒 或是反补贴的一个制裁 那对法国来讲就是有实际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成本就是变成 他怕垫高法国的成本 等于说美国的商家想要买法国的东西 那就划不来了 这个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AB两个国家 他要做贸易战 而且针对特定的什么S商品来课征关税 A的成本是10元 B的成本是8元 这个时候A国的商人 他就想我直接从B国去进口 这样我取得的成本可以打八折 也就是说我可以多20%的利润空间 这个利润空间 要么我可以选择让我自己的收入更高一点 利润更丰厚一点 要么我就可以折价销售 做价格的竞争 那么这个时候A国的S商品制造商就不满意了 为什么 因为成本因素有很多 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因素 还包含了政府的税务 你客的税不一样 或是劳工的成本 劳工的薪水不一样 场地的成本 研发的成本 很多成本导致他总和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如果A公是因此谋送损失 那么他就必须怎么样 我竞争不过逼国家 所以是说我就必须要做财严 我就必须要做减薪 那么这个时候A国的政府就发现 这是会影响就业率的 这会影响到我们竞争上的一个弱势产生 所以他就可以做一个关税壁垒 就变成你B国家的商品要进入A国家的时候 他就必须克征的相对的关税 那他两边的怎么样 两边的成本取得是差不多 甚至是外国进来的可能还稍微贵一点 那么当然商人都是要为求获利的 所以说很多他就不用从B国家去进口了 他直接在本地去采购 这就是他关税壁垒会有用的地方 但是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壁垒就不一样了 我们谈到很多次 中国的人工成本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原物料的厂占成本 厂占成本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 这个厂占成本的意思就是 货物的起卸搬运 手续的花费 比如说你起点到中点跟中间的转运点的发生 这个成本中国也比美国低 因为他们的交通的安排是比较好的 所以综合成本来讲比美国低了至少可以砍对折以上 同样的东西在美国卖10块 在中国可能只要卖5块 所以说进口来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这样的工业基本的一个成本不一样的状况之下 等同是说你今天美国即使课征的关税 但是这些商家从中国去采购 再输到美国加上了关税 他还是有赚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还是会继续采购的 采购了什么 采购中国的一个商品 少赚的部分 或是被课征关税的部分 怎么办呢 商人都是为了求获利的 他是一个make money的一个 所以说我就是一个专门赚钱的地方 我今天如果被政府课征的关税 那么我少赚的地方 我就跟消费者里面去涨价来取得 所以说就构成了什么 构成了一个通货膨胀 所以中美贸易战就产生了一个质变 什么样的质变呢 就是美国政府无论课征的多少关税 都是美国百姓去缴那些增加的成本 所以发现一件事情 所以当川普也就是特朗普 他在那边自得意满的 跟美国百姓进行的造势场合 大声的宣布 他轻易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上面 课征了几百亿美元的关税 然后台下的观众就还一片赞叹 知道吗 产生了一个赞叹 哇你这太厉害了 你真的是美国救星啊 对不对 感恩川普赞叹川普 但是川普没有讲到事情是什么 这些课征的几百亿关税 都是从你们的口袋里面挖出来的 这个是他没有讲到的部分 再讲一半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用的关税壁垒 殴打了自己的国民 似乎打了美国的百姓越惨 中国就应该越害怕吗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弃伤权 目前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也仅仅只有晶片 或是软体相关设备取得不易之外 基本上对中国的伤害 也极有把华为手机的市占率 从前三名打到 你不知道跑第几名去了 没办法 像今天还宣布一个 中国生产的手机 因为他没有安卓的系统 所以就不能使用LINE 那没有使用LINE 人家会感到很困扰吗 也不会 因为人家本来就没有使用 你有没有公布这个 他们本来就没有在使用LINE 如果你就说 你海外的手机不能使用微信 我告诉你 那个安卓大概就死定了 好吗 所以说华为会因为美国的一个商业制裁 而产生的倒闭吗 当然不会 因为什么 因为华为本身 他也不是只卖手机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即使华为不能够消往欧美地区 都被你封锁了 那么难道世界上只有欧洲跟美国吗 他还有什么 还有第三世界或是非洲等地方还是可以继续销售 所以无论如何 华为也不会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消亡 但是美国会因为失去了华为的设备 在通信技术上面 失去一个值得参考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一个科技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的 没有抄来抄去是不叫科技 你知道吗 这个不要说谁表现谁了 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 这各位要去制造这件事情 而科技这种东西跟文化一样 它都是必须叠加起来的 虽然可能会出现一个奇异点 例如什么 例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蒸汽机的发明 或者是电力的运用 可能产生一个跳跃性的一个发展 但是实际上这些奇异点 还是基于文化与过去的科学作为基础 就像什么 老师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黑猩猩是没有办法突然学会盖房子 因为没有前面的科技去做铺垫 它就不会有后面的高度 这是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而美国眼下的问题 就是在于如何可以让自己下台 例如美国商务部长戴琪 就不断的释出善意 希望怎么样 希望美国跟中国可以怎么样 重新挂钩 而且降低那个对立的状态 简单说 就是怎么样 就是想办法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贸易战了 最好就是大家船过水无痕 关税最好是直接取消 就连塞港的问题 都可以获得快速解决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通货膨胀也可以舒缓了 你只要取消关税 很多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省下来的关税 让美国人采购的商品 直接空运都可能比较划算 所以说你现在不是没有商品可以买 也不是没有商品可以卖 这都不是价格的问题 资本市场它有两个很大的噩梦 就是什么 一个是股市的无量暴跌 无量暴跌是什么意思 就是股市你没有交易量 但是你的那个因为大家觉得悲观 所以说你股价一直往下去窜 另外一个就是停滞性的一个通膨 就是你没有办法交易 但是物价一直不断的高升 所以说中美贸易战造就了美国现在通货膨胀 你取消了关税 那么其实基本上很多东西你直接从中国去起运 直接空运进到了美国 都比你塞港那边等还来的好 因为有东西卖 你就不会停滞性通膨 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但是即使如此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中国电力的供应问题 中国也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给你无限的电力供应 让你美国的经济快速恢复元气 所以现在中美贸易战是反过来 是中国掐住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为什么不是让你发展不起来 是让你连用都没有得用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变成是以劲自动 看你要怎么办 当然或许很多人会去想 这些制造业我们就不要放在中国 也不要放在越南 这变数太多了 放在印度也很危险 全部都回美国 像特朗普所想的 所有工业都回美国 美国自己跟英国一样 搞一个很大很大的内循环 跟欧盟一样 我们搞一个超大内循环 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摆脱这些亚洲国家的一个前置呢 这个的确可以这么想 但是你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基础工业营出美国已经将近50年的光阴 例如什么 像美国现在过去的汽车都市底特律 现在也是因为产业移出 所以它产生了没落 那么很简单一件事情 基础工业如果你还是要移回美国 等于要厂商 他用5倍的价格去做过去一样的事情 那这样厂商还有竞争力吗 美国厂商他自己受得了吗 搬回去等于就是完蛋了意思 那么我们用澳洲龙虾来当范利 为什么呢 澳洲之前因为中国禁止澳洲龙虾 所以澳洲龙虾的价格开始雪崩 让澳洲民众吃到很便宜的龙虾 但是请问一下 澳洲龙虾在澳洲市场拼命的狂销 因为他很便宜 大家拼命的吃 请问澳洲的龙虾的一个养殖商 他会不会因此而大发利市 有没有办法 那是没办法的 他只能减少亏损 不是他代表他可以替代找到获利 为什么 因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的 卖国内 除非你跟卖国外一样的高价 那么你才能够获利 因为大家都愿意捧你的厂 但是如果你卖跟国外一样高价 那么澳洲的民众就不会去吃他了 那么没有人吃 那你卖什么价格也都是没有用的 美国基础工业也是一样 他必须去低成本的地方 然后卖给高售价的地方 他才能够获利 而基础工业如果回到美国 那就必须采用高成本 低售价 因为别的国家的商品 一样会在世界上流通 别人他们不是不会网购 他一样可以从其他地方 比如说美国 他可以去跟墨西哥网购之类的 举个例 或跟加拿大网购 他不一定在美国国内去网购 因为价格成本是不一样 别的成本是对折 你的成本是这么高 已经热到脖子 你能赚的钱就是有限 所以说美国政府当时去宣告是说 你只要愿意从中国 或从其他国家 把你的工业移回到美国来 美国政府负担你所有移回工厂的成本 包含了你的设备 但是问题不在那设备 问题是在于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去竞争的 说中美贸易战 现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 美国他没有办法去产生 他商品的周转 以及他的所有的关税 你产生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都从自己口袋 左口袋里面拿到右口袋 你的钱没有增加的更多 你的劳动力也没有增加的更多 但是你所消耗的东西你会日记坐吃山空 是现在这个状况 所以说现在中美贸易战处在 现在处在制高点 反而从美国变到了中国 为什么美国会现在会屈居于下风呢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问题 最主要原因还是美国的选举制度 让他们两党的恶斗 没有精力去对付主要的敌人 哪怕是俄罗斯 哪怕是中国 因为两党之间都希望对方去垮台 在野党他叫做反对党 然后这我们有民主国家都知道 在野党就是反对党 反对党是什么 他的工作就一个叫做为反对而反对 对不对 就像特朗普对共和党的领袖 叫麦康诺吧 很不满 为什么 因为他为什么要让上次在 这个月初的时候 要让拜登去通过 临时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呢 对不对 特朗普是希望麦康诺 让拜登在美债上面让他违约 这个违约一定是拜登手上的问题 因为在他手上违约的 哪怕是别人借 在他手上违约就是违约了 那么这样子拜登一定是一败涂地 最后只能辞职下台 对不对 这老师之前说过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美债的违约 拜登你也只能辞职下台 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路可以选的 但是美国的债性 美元的霸权 大概也就是完蛋了 但是特朗普老先生他会在乎吗 不 共和党的人那些议员或是一些国务卿 他们会在乎吗 不 大家都不会去在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 而不是国家跟百姓的需要 美式的民主 他是一个对于想从事政治的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能够掌握民粹 就连一个不一都可以变成一个皇帝 这个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达到的事情 但是对于百姓跟国家来讲 没有什么制度比这种必须要斗争才能上位的制度 还要糟糕的政治制度了 有人说英国也不是吗 英国不大一样 他是内阁制 那个比较是不一样的 内阁制是内阁制 德国他也是内阁制 完全跟美式这种直接民主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说美国的民主特别好 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差的一个政治制度 你完全没有办法跟英国或者是跟德国去比 这个是完全没办法比的 为什么 因为人都有私心 当你为反对而反对的时候 你只看到了对方口袋的钱 但是你不会考虑到 你是代表你自己国家的百姓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好 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